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老人 这位深藏宫里名的老英雄说 我的心里曾燃起了一把火 它燃烧了大半辈子 却从未熄灭过 这句话我从未忘记 我要和它一起寻找 初心的火焰 我们要一起寻找人民的声音 一条留言 承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键回复 打开通向群众信任的心愿 充满十五周年 回应二百一十万件民生事 领导留言板 一直在路上 风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再次拆开百年间的一封封书信 我们读到了前仆后继 读到了儿女情长 更读到了炙热的浪漫 与奔流的情感 百年历史长河中 无数的物品 见证了这次伟大的航程 音声的战旗 冲锋的号角 制度的彼此 与书信 一起构成我们的百年幸运 一百年波澜壮阔 一世纪苦难辉煌 中国为什么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现实给我们歧视 历史中 运寒回答 我们要一起寻找成功的密码 从小小红船到微微群 一百年来 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以真名之光引领复兴正成 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 信仰凝聚起力量 让我们一路向前